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是正式拜年 今天咱们就当是预热了 祝大家扶起心碎 万事兼顺遂 日日有成 年年胜过往 也期待您在虎年里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和关心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首王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的荣媒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今日头条及时通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 下面来关注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老虎它是一个逞恶扬善的神兽 过去我们说门神有神徒玉律两个人 有人说神徒玉律它就是老虎的化身 除夕当天客流平稳 长春站为旅客送福字 祝然都是龙腾虎月吧 全家快乐 身体健康 就是祝大家一起新年快乐 健健康康 应对春节出行高峰 多条城际公交线路调整车阁 调整完之后咱们农岸线路基本是十分钟一辆 余数呢也是在十分钟以内 返程高峰预计在初五初六 春节假期 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 2月3号以后开始 车流量还会有一个稳步的上升 高峰期会出现在正月初六 保安全 民警捷钱设卡 防止樱花非法流入 买车听我啊 下火啊 别着急 长春市 禁止延放这个烟花爆竹的这个规定 我最知道 暖心春联贴起来 爱心工艺站里颜味浓 回去就贴上 那我要我吗 还没有时间吗 干到四点半 回家就吃年饭饭 回家贴这对联了 贴上对联 年味就老了 双板滑雪送快递 快递小哥进行东北冰雪特色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29 也叫小雏七 说到农历春节 咱也知道一般都是腊月30过年 但是一看咱们今天这农历上没有年三十 没错 可能细心的朋友也都发现了 这样的情况在2006 还有2013 2016年都分别出现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除夕这一天还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呢 我们来听听民俗专家怎么说 我们北方有句俗语叫做二十九满香斗 但是细心的朋友都发现 今年过年是没有年三十的 直接从腊月二十九就到了正月初一 所以今天就是除夕了 那施老师您看 今年为什么没有年三十啊 今年是二十九过年 我们也管它叫小静过年 叫小除夕 小除夕 对 小除夕 有人说这是月亮惹的祸 月亮圆区变化一周 成为一个朔望月 月亮最圆的那天称为望 完全看不到月亮的那天叫做朔 从朔月到望月再回到朔月 这样一个周期平均为二十九点五天 而古人在制定立法时需要整数的天 所以一个月有的时候是二十九天 有时候是三十天 恰逢2022年腊月是小月 年三十就消失了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家 欢欢乐乐地迎接虎年的到来 没有三十过年这种现象 并不奇怪 早在2066年02年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小静过年的现象 未来的时间比方说 从2022年到2029年这八年的时间 还有那么五次都是小除夕 2022年是虎年 老虎又被称为百兽之王 据施老师介绍 在二百六十万年前 老虎就已经出现在人间了 老虎它是一个惩恶扬善的神兽 过去我们说这个门神有神徒玉律两个人 有人说这个神徒玉律 它就是老虎的化身 在我们民间传说当中 我们把它称为虎兄虎弟 在东北有一个老虎八子的故事 端虎姐的时候 为了孩子强壮 我们要给孩子做上虎头鞋 戴上虎头帽 中国的虎文化渊远流长 很早它就成为中国的图腾之一 虎的形象在中国古代的地位 也是仅次于龙的形象存在 传统文化中的四象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中的白虎 就被认为是一种祥瑞 它不仅是战神 还是辟邪 启风及承恶扬善 发财致富的象征 事老师您看 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虎文化 这马上也到虎年了 我们在这里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 好的 虎步奔腾开盛景 春风浩荡 战红土 那咱们的横批就是虎年大吉 不管传统民族的形势 到现在发生如何的演变 但团圆始终是人们心底 永不褪色的年味 每逢佳节贝斯钦 在春节来临之际 外书工作求学的游子们 纷纷的是赶回家与亲人团聚 而在家中的父母 也是终于等着孩子回来了 而在中国人的春节文化当中 年夜饭就是重中之重了 这顿饭应该是一年当中 最丰盛家人参与人数 最多的一顿饭 我们的记者也是前往了火车站 一起来看看在外的游子 最想念家中的哪道菜 大家好 打扰一下 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在做一期春节的接采节目 想问一下几位是都要回答的 思雨 回哈尔边 我是延边周围 回老家 江四 延边顿化的 我家是山东的 山东 上去了发现行不行 您有没有准备什么年货 从南方带回特产 从宁波 父母准备一些东西 还有给家里的老人 带了点咱们北方的特产 什么动货之类的 回到家去想见的人 肯定是妈妈的 就想见到的父母 一年没见了 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习俗 有吃饺子 酒的鸡蛋馅儿 看春晚必须的 然后全家人一起包饺子 过年就是准备一些 傻糕什么的 各类小吃 切春联 然后家人团聚 然后吃个团圆饭 29 切的联 30 熬一宿这种 还是想回家吃饺子 我们山东的民宿 就是蒸大馒头 放冰炮 30晚上的民意 还隆重一些 看冰灯 冰雪大使劲 过年的时候 最想吃到的一道菜 是谁做的 是什么味道 当然是妈妈的味道 红烧肉呗 锅膊肉 酸甜可口 就是我妈做的 就比较好吃 我妈煲饺子 什么馅儿呢 什么馅儿都行 灯尾这就吃饺子 对 酸菜最多馅儿了 年年有的 酸素菜 年年有鱼 年年有鱼 我记得2021年 过得挺好的 跟上学的时候不一样 因为第一年上班 体会到社会的忙碌了 工作转正了 也算好事 奋斗吧 因为还年轻嘛 咱们年轻人 出去肯定就是拼嘛 成长 因为我今年 自己开了个店 因为有些东西 你要现学的 现在收集啊 学习啊 等等之类的 不断地奋斗 为了中国梦奋斗 为自己梦奋斗 因为希望2020 有更好的结果 2022年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收入泛泛 我身体接近康康的 2022年希望我们能战胜疫情 然后生活越来越好 希望我家里的健康吧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希望在2022年 自己更上一层楼呗 业绩先跟得上就可以 收入多一些吧 2022祝您山龙活活 爱你爱爱生人活活活 丁虎幸福 好运连连 兵虎宝 OK 爽都市 英杰 鹏飞报道 看得出每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人 都是喜形于色 春节是团圆的象征 在这一天 只要回家过年 仿佛就能洗 刷掉一年的疲惫 无论是前往还是归来 只要亲人在的地方 就是思念所在 和亲人团聚的地方 就是家 路透遥远 挡不住回家心气 道路拥堵 也组不了亲人团聚 那多数人团聚了 还有那么一群人呢 在过年期间 也是不能休息的 在这处处洋溢着 温情的春节气氛中 他们必须坚守岗位 无法回家过个团圆年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聚焦几位 仍然坚守在 平凡岗位上的 不平凡的人 来听听他们 想对家里人说的话 宋鸿鸣是吉林客运段的 一名列车长 2005年 刚退伍的他 选择在铁道上 挥洒青春 他数了数 自己已经奔走 在铁路一线17年 而这已经是他第九年 没有回家过年了 还记得我妈 当时跟我说一句话 既然上班了 就好好干 注意安全就行 回小年少时 自己第一年 没在家过年 当时的心情 是新鲜 大过悲伤 随着父母逐渐年迈 对于回家过年的期盼 愈演愈烈 我就看着他们 坐着我们这趟列车 回家能与家人团聚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羡慕 因为钱多钱少 只要能在家就好 提前给你拜个年 过年好吗 好 几天都好 我不在家 整几个菜呀 整六菜 整六六大蒜 你拜个事情 在报青菜 你不在家还没意识呢 行 来年春节 一定跟你们一起在家过 好了 18年春节的那天 当时我在通话 跑青岛这趟车 正好晚上18点多时 如果没喝口 当时我母亲呢 还有媳妇和孩子 给我送饺子 哎呀 当时感觉 好像这个还像是个孩子 还像扑到我母亲的怀抱 当时我记得饺子馅是猪油芹菜的 额外的有味啊 非常非常的暖心 当时没后暂停12分钟 让我从没感觉到这么快 一盘热腾腾的芹菜馅饺子 是宋洪明对于家的思念 匆匆开走的绿皮火车 也将载着一车想家的人回家 对于孙海瑞来说 虽然坚守在不同岗位 但不变的是对于团圆的期盼 我和我爱人呢 是2016年结婚 现在呢 是有一个两岁多的宝宝 我上班 每天上班走 她是一定是哭一次 每天白天在家 妈妈班 宝宝乖 也要亏见孩子 孩子手转的 一提到这个 孙海瑞的老家在吉林德会 每年丈夫都会先将老人 孩子 送回老家过年 自己在驾车回厂 虽然因为直班 两口子不能在一起过年 但心安处即为家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我看我大乖吃那些饺子呢 吃多少个呀 祝你们新年快乐吧 然后新的一年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副长股床心理向下 来了 当接触孩子的那一刹那 孩子的这个小手握住我的这个大手的时候 感觉到有一种对生命的渴望 所以当时也是义无反顾 选择了儿童正正 蔡宗森是通话边境管理支队 云峰边境检查站的一名基层民警 作为一名边境检查站民警 无论假期与否 边防检查工作必须全年 全天 全时待命 时刻保证国门安全 就是和家里说穿着这身衣服 就是这份责任 维护边境的和谐稳定 家里边挺支持 挺理解的 从2017年参加工作至今 蔡宗森已经五年 没有回过河北老家过年了 因为蔡宗森 我妹妹她生日是在过年 参加工作之前 都是在家里陪我妹妹过年 陪我妹妹过生日 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 是回家陪妹妹过个生日 过一个年 和家里人坐在一起 为了保证多数人 能够在新春佳节 安全回家团聚 平凡岗位的人们 把家安在了工作岗位 用信心和坚持 撑起最坚实的保障 把归途变成坚首 爸 妈 很遗憾 今年春节又不能 跟你一起在家团圆了 如果来年 而这要是在家 一起过年的情况下 一定跟你一起包饺着 做年夜饭 让我爸多喝几杯 亲爱的大乖 妈妈今年过年 又不能陪你了 等妈妈轮休时 一定好好陪你 抱抱你 给你好好讲故事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 最朴素的心愿 今天的除夕夜 相信很多人 现在已经坐在餐桌前 跟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 正在回家的路上 大家的脸上 虽然有疲惫 有急切 但都有即将回家团圆的喜悦 但有人出行 就有人 就有需要人是保障的 我们的记者程翰 现在就在长春站 让他带我们看看 这一盘车站即将踏上归城的人多不多 同时也问候一下 那些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 你好 陈翰 你好 两位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 那么其实是从小年开始 我们栏目已经是通过这种 送春联 送福字的方式 给大家送去新春的祝福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长春站 包括在现场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旅客 当然是相较前两天 这个数量是有所减少的 但是目前还是能看到 有不少旅客正在准备上车 踏上回家过年的旅途 那么有旅客出行 当然就是需要 有我们长春站工作人员的保障 那今天我们也是带着春篮 带着福字来到了长春站 希望把这份新春的祝福 送给我们长春站 目前还在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你好 我们也看到 现在刚好是有两位工作人员 我们是守望都市的记者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我们今天也是带着一份祝福 来到咱们长春站 希望能给咱们工作人员 送上一份新春的祝福 我们想了解一下 包括我们看到 现在站内也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咱们今天一天的 整个的工作量是怎么样的 照往常相比 今天今天是大年出席 今天我们长春站一共发送旅客 三万五千人左右 到达旅客是两万五千人 照前几天略有下降 今天一共开行了高速列车 一百五十余列 火速列车一百八十余列 旅客不太多 但是我们的铁路工作人员 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节日出行的旅客 提供服务 能看得出来啊 确实是 包括我们在现场 刚刚也能看到 有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正在忙碌的身影 我们想了解一下 您今天是几点上班 包括几点下班 能跟家人吃上一口团圆饭 我这个班次呢 是今天晚上17点30接班 值班到明天的凌晨1点30下班 团圆饭呢 就得等到明天 当年初一 回家和家人一起去品尝了 这个确实很辛苦 这样我们今天也是带来了 这个不少春联 也希望送给咱们这个 在岗的这个工作人员 一会儿 这个也麻烦您 为大家这个来送一送 好不好 咱们一会儿一起送 然后我们现在 先来进行这个直播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媒体的 好的 我们也能看到啊 这个我们长城站的工作人员 在除夕在春节 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为大家这个出行 做出的保障 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当然啊 现在我们已经很多观众啊 正在坐在电视机前 一家人正在吃团圆饭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目前正正在坚守 在岗位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家人们 送上一份新春的祝福 主持人 现场就是这样 好的 辛苦了 陈翰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还是有很多人是在回家的路上 不管怎么说呢 他们还是在春节能够和家人团聚的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工作人员 非常的辛苦 他几乎就是错过了整个的大年夜 凌晨一点才到家 在这也向所有坚守岗位的人 道一声 你们辛苦了 正是因为有你们 所以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今天的节日的氛围 今天省内各地都洋育着 节日的喜庆氛围 那在四平市 百姓们就在逛大吉 办年货迎春皆福 而在浑春市呢 送福送春莲 文化今晚家的活动 也搞得是特别的热闹 咱们也赶紧去看一看 新春到真热闹 虎月龙藤 花枝翘 在四平市的年货大吉上 春莲福字 鸡鸭鱼肉 海鲜水产 坚果零食 一应俱全 来来往往的顾客挑选喜爱的商品 商家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 浓浓的棉味扑面而来 来福农祥和鸡鲜鲜 这个满足都特别多 过年来个福字 一千家手 五年行大运 再来好运气 在浑浚市宋福宋春莲文化 今晚家系列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在蜜江乡东新村 村民们开心地挑选着 浑浚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为大家定制书写的春联 并在剪纸老师的指导下 剪裁出一张张美丽的窗花 马上到我们二二年代春节了 市里书法协会 为了我们春节的快乐 给我们送上了 对联或者剪纸 我们感到很高兴 无连不成春 有连春更浓 在浑浚市 新安街道 春凉社区 长安社区 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达人们 辉豪泼墨 将饱含着深情与祝福的 春联福字作品 送给到场的各位居民 一幅福福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春联 带着喜迎虎年的美好祝愿 为新春增添了喜庆团圆的氛围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虎年大吉 神王都市报道 黄金奶原带生牛乳配方 黑牛奶粉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转晴 零下19到零下8摄氏度 白城晴 零下18到零下6摄氏度 松圆晴 零下22到零下12摄氏度 四平多云转晴 零下20到零下7摄氏度 辽元多云转晴 零下21到零下7摄氏度 吉林多云 零下17到零下9摄氏度 通化小雪转多云 零下16到零下6摄氏度 白山多云 零下19到零下8摄氏度 岩吉多云转晴 零下16到零下5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晴 零下28到零下9摄氏度 长春多云转晴 零下19到零下8摄氏度 梅河口市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移动全天照 畅想智慧 您生活 清血八大片 国药清红血血好 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今天是除夕 很多人回家与家人团聚 为了保障旅客运输的顺畅 长春站的工作人员们也是全员上岗了 而为了给大家的回家路祝福天喜 工作人员还在后车大厅内是辉豪泼墨 为旅客写福字送去新春的祝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的南一后车大厅 今天是除夕 一进到后车大厅 记者就感受到了这里浓浓的节日气氛 据记者了解长春节假期的旅客出行高峰为29日和30日 那今天的客流量已经有明显的减少 今天是除夕 咱们长春站今天的客流不是特别大 我们全站的干部职工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确保旅客出行和车站的运输指示是有点好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后车大厅的服务台前 那今天是除夕 未来给广大旅客送去深深的祝福 长春站的工作人员也是现场的磕墨 为大家送福字 代表一个好的艺力吧 把福气来回家吧 祝人都是龙腾虎月吧 全家快乐身体健康 就是祝大家一起新年快乐 健健康康 新的一年一定要开开心心 然后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是初期 我在这里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新春快乐 虎虎升为虎年大吉 那除了铁路方面 今年春节全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免收 七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 预计我省的高速车流量将在2月2号起逐步提升 现在汽车所在的位置是长春收费站的南口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今天整个上午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但是由于今年我们春节期间也是高速公路免费 向大家开放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整个通行情况还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那么我们今年高速公路的免费时段 为今天也就是1月31号的零时 一直到2月6号的24时 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 车道时间为准 那么今年我们免费的对象 依旧是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 除了节假日正常免费时段 截至到3月25日之前 长春东到莲花山收费站 对1至4型ETC客车点对点免费 今年受疫情影响 初省车流不会大幅增加 省内车流量会成为主流 车流量比较大的收费站 有长春南 长春北 青年路 静越 还有长春东收费站 中月初三 2月3号以后开始 车流量还会有一个稳步的上升 高峰期会出现在正月初六 也就是2月6日 2月4日开始 吉林 松原 农安 伊通等周边城市 返程车流将明显增长 2月7日车流量将逐渐下降 趋于平稳 15日至16日 车流量将再次出现一个高峰 17日后回落至正常水平 我们的广大四城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 可以随时拨打吉林高速 9612的热线电话 也可以通过吉林高速小程序 来自行地去了解高速的路况 也会及时通过吉林高速9612的 抖音快手直播间 还有微博 同时为大家进行现场的路况直播 那每年的春节前后和春节期间呢 也都是大家乘坐公交车出行的高峰期了 特别是今年省内开通了不少城际公交 那春节到了 我们的记者呢 也对这些公交线路的行车保障等情况 进行了了解 每年的春节前后呢 长春市乘坐公交车的这个客流啊 都会有所变化 今年呢也不例外 此前啊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就做好了部署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长春市的凯旋客运站附近 那么这里呢 也是长春去往农安的这条公交线路的发车地 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啊 其实目前在这里乘车的这个乘客数量 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 那么各个公交公司啊 也都是提前做好了部署来应对客流变化 我们的T370农安线路 T388的余数线路返乡高峰到来 对这两条线路做了备班和驾车 以满足咱们旅客出行 调长完之后 咱们农安下路基本是10分钟一辆 余数呢 也是在10分钟以内 返程高峰预计在初五初六 而且客流量会跟咱们解钱持平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 每年春节的时候 尽管没有了早晚高峰 但是在这个繁花商圈周边啊 白天的时候客流量是有所增加的 那么针对这样的客流特点呢 各个公交企业也是提前做好了部署安排 根据往年春节假期的公交客流变化情况 主要客流机动在高速客运站和长城站周边 长城市各大主要商圈也会出现 比以往密集的采购引擎 要求所有线路管理人员 提前针对客流变化做出预判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制定好 春节期间的营业计划 我们的车是中间突进南国广场和防火路段 就是洪积街万达广场 那我早晚高峰中间时间段就是客流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调整一下车格 9点半到下午2点段这段时间的车格加密 正常平峰的话原来是12分左右 现在就是调到7分到8分 首王都市长汉广微报道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开启了七天长假了 享受春节假期的同时 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今年呢 长春市将继续实行进燃规定 四环路以内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同时呢 长春市公安局的民警呢 也将对进入长春市城区四环路以内的五个卡点 进行进燃工作 专项督导检查 长春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于2014年7月30日批准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今年 长春市四环路以内 还将继续执行 既然规定 为了有效杜绝燃花爆竹 在春节期间流入城区 长春市公安局在入城区 设立了五处公安检查站 强化源头管控 我是七开区复峰检查站 宽城区蓝甲检查站 等五个入城的公安检查站 24小时设卡盘查 沿把过境关入城关 每处进燃卡点的民警 强化了监督工作 24小时不间断 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 买车听我 下回 别着急 长春市 就是禁止延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清楚清楚 就知道 不允许携带这个烟花爆竹 咱们车里 咱们拉着什么东西 工具 工具 干什么工具 准备上哪个方向 五个检燃卡点 对进入城区车辆 严格进行检查 严谨烟花爆竹 流入我市检燃区域 检查站启动以来 我们对来往的各种车辆 进行了检查 大多数的市民 都知道检验条例的实施 目前没有发现 有违法携带烟花爆竹的行为 同时 对于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 公安机关 还将对违法违规人员进行处罚 个人违法燃放烟花爆竹 公安机关将责令停止燃放 对其处以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单位从事经营活动 燃放烟花爆竹 我们将对单位 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春节期间 公安机关将加大 锦燃的宣传力度 和锦燃工作的查处打击力度 守望都市 新京雨风报道 为了做好春节期间的 安全生产工作 前两天 浑春市开展了 千人茶企业 岁末保平安的 集中夜茶行动 对市内烟花爆竹经销店 煤矿生产企业 加油站等场所 进行了重点检查 随时茶我们随时掉 平均每天能来多少钱 你多少钱 是不是 所有来的人 一定要做健康能力 好吧 本次夜茶行动中 浑春市应急局 住建局 文广旅局等部门工作人员 先后深入到烟花爆竹 经营点 煤矿生产企业 加油加气站 燃气加油站等地 针对节日前夕 值班在岗 隐患排查整治 具体工作安排部署 及重点设备 巡查巡检等情况 开展重点检查 全方位无死角 将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落实到位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可能我们平时 两小时一减 这是我们定的规矩 重要节日 重要节点 我们可能一个半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针对全市的管道燃气 和汽车加气站 进行安全检查 重点是查 值班值守 安全部署情况 以及场站内的 重要设施的 巡查巡检情况 重点针对重要环节 重要设备 加大安全检查 在此次集中夜查活动中 以发现和整改隐患为目的 针对各行业领域的 重点企业 重点场所 重要部委 重点作业环节 开展全面检查 对发现的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 当场予以纠正 要求限期整改 据了解 本次集中夜查 累计成立各类检查组 85个 出动321人次 排查出各类隐患315处 以整改完成243处 则令限期整改72处 《守望都市报道》 祝愿伟大祖国 真和体秀 国太平安 祝福这些 五年共享 幸福安康 祝全省人民 新春大吉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祝全省交通运输参与者 新春快乐 祝全省人民 新春快乐 祝全省人民 新春快乐 中国移动 全天照 畅享智慧云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春节到了 我们的爱心工艺站 温暖不达样 记者带着书法家 专门书写的春联 来到了工艺站里 给这里的户外劳动者们 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守望都市》 爱心工艺站 陪户外劳动者们 温暖过冬 我是记者何欢 今天是除夕 那么家家户户 都会聚在一起团圆 登拢福字 对联 就会体现出了 咱们浓浓的脸味 那么现在记者 就拿着这个书法家协会 特意写的对联 送到我们的工艺站里 给这里的户外劳动者们 都市送福 都市送福 心生快乐 吉林奇安 凉水朝鲜族乡 是一处由汉族 朝鲜族 满族 蒙古族 组成的多民族乡镇 也是位于中朝两国 边境沿县 吉林洋两省 交通要道的边城重镇 通化边境管理支队 凉水边境派出所 作为当地重要的宿边力量 年复一年的驻扎在这里 守一片热土 保一方平安 春节前夕 民情也将三位朝鲜族 留守老人 接到了派出所内 和他们共度春节 71岁的金顺玉 家住凉水边境派出所对面 是派出所十多年来的老邻居 每年邻近年关 民警们都会陪金顺玉老人 来集市采购年货 十多年来 派出所的民警 话了一茬又一茬 但无论谁来 对金顺玉的照料 和他们彼此的关心 都未曾改变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 加上工作关系 金顺玉的儿子 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 每年春节前 他都会给金顺玉 发一份快递到 凉水边境派出所 再由民警进行转交 帮金顺玉的家里布置完 民警们就把金大娘和其他两个朝鲜族阿玛尼接到派出所 食堂里景民一起包饺子 贴春花 各自烹饪少数民族和家乡菜 忙得不亦乐乎 好嘞 成香了 太快了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好 这都越来越好 好 在这里咱们共同准备 新年快乐 来 祝全国人民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五股生威 五年大吉 守望都市报道 追求年味的记忆是迎接新春的一种态度 而方法各不相同 比如有人在这个时候也希望拿着一本书 通过阅读度过这个新年 新春到来 吉林省图书馆将通过图书阅读的方式 与读者朋友们共享节日的精彩瞬间 那从现在起 大家可以到吉林省图书馆的年味主题图书专家区域进行借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图书馆的三楼读者区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为了能够让广大的读者提前感受到新年的氛围呢 今年省图也是特别打造了我身旁的这个年味主题图书展区 也是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图书借阅的方式 来了解与新年有关的文化知识 我们本次年味图书推荐活动分为四个主题 分别是团圆年 美食年 亮丽年 和活乐年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为广大读者推荐文娱活动啊 年俗文化啊 美食烹饪啊 家具布置等主题图书 让读者增加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我本身是一名中学教师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一些孩子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 没有那么的深 我们省图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助于他们了解传统文化 我最喜欢的是寓意深刻的《十二生肖》这本书 我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 比如说老鼠第一大的故事 而且它的插图也非常的有趣 非常好 正好又过年了嘛 想着给爸妈妈能做两道菜 然后看他们这个书里有个降烧五昌鱼 特别的漂亮 新的一年也是年年有余的一个好的寓意吧 在现场我们还了解到 为了能够增强读书的这个趣味性啊 除了可以进行图书的介约以外 大家还能够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台的区域 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领取到新春专属的对联以及福字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福气满满 平安喜乐 春节有的人喜欢在家里休息 还有的人啊 能希望在外面转一转 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处啊 长春世界雕塑园的艺术馆就是一个好选择 在这儿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书画雕塑 还可以感受浓郁的艺术文化氛围 春节将至年味十足 那很多朋友啊 也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跟家人出来游玩 那记者今天啊 就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就是啊 长春世界雕塑园的艺术馆内 那这里有书画展 雕塑展 那也都非常不错 在馆内我们看到 刘同堡艺术大展的作品较为吸睛 以文字的历史资源与文化系统 表达自己的文化态度 同时也运用到了当代艺术的创作技巧 表现出了东方元素 及中国传统美学的意韵 展展的地点是在长春雕塑艺术馆 我们总共展出了刘同堡艺术大师的 100件绘画作品 100件书法作品 还有10件雕塑作品 展览的持续时间一直到2月28号 现场除了刘同堡艺术大展外 木板年画也非常有特色 画中体现的传统记忆 也让飞衣文化走进了现代生活 展会也将持续至2月22号 快过年了 就是带我儿子来上这个艺术馆来留的留的 但是上这儿来陶冶一下情操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馆内的艺术看着也都特别新颖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咱们这种 国学的这种书法 也绘画的这种国画的这种艺术 这里面也比较富有这种年味 以后也都来这里取取经 多学习 多进步 所以说这过节咱们别光吃东西 精神粮食也很重要 比如到电影院看看电影 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 每年春节的贺岁当期 各种典型的影片会集中上映 那么今年贺岁当电影有哪些呢 记者为大家准备了五年贺岁片的观影指南 每年春节贺岁当电影 各种类型影片集中上映 不少市民都非常期待 今年的春节党的话 一共有五部主流的影片 然后外加三部动画片 五部主流影片分别是 长津湖之水门桥 还有奇迹 四海 然后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包括狙击手 今年的话主旋律的影片 可能是占春节党的一个大部分的 一个影片的份额 今年的贺岁当影片 覆盖剧情 戏剧 战争 动画等多种题材 满足了广大市民的观影需求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四海 最近也看了一些片段 我觉得好像挺娱乐 挺好玩的 沈腾嘛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想过年看看那个 过年了休息这几天 就希望能带孩子们 看看什么动画片什么的 看那个长津湖 感受一下那个时代吧 感觉珍惜咱们自己的生活 春节期间观看电影需 佩戴好口罩 准备好吉祥码和行程码 有序进入观影区 春节的营业时间的话 早场的话要提前一些 可能从8点10分开启 这个第一场的影片去放映 最晚的场次可能到12点左右 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差 当然这期间也是为了给观众 能够提供更多的场次 去观看自己想要看的影片 沈王都市西然王超报道 中国运动全天上畅想智慧云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中 大家可以随时互动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项目的热度 也是越来越高 最近有这么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 在视频中一位快递小哥身穿着工作服 双手捧着快递箱 自如地穿梭在滑雪场上 下面咱们就认识这位 滑着双板送快递的小哥 视频中的这位快递小哥名叫杨宴慧 是中通快递长春市新月路网点的一名快递员 同时他也是一位双板滑雪爱好者 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滑雪送快递会火 当前去那个滑雪场去滑雪 正好我在取快递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我们总统的快递 正好这个快递是山上公司人员的 这样我就说 那正好我上山把它给拿上去吧 杨宴慧告诉记者 2020年冬天 在机缘巧合下 他接触到了双板滑雪这一运动项目 自此开启了他的滑雪之路 现在每逢休息 他总要约上三五好友 一同去雪场体验滑雪带来的别样乐趣 而这次穿着雪版送快递 对于他来说 也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滑雪送快递呢 是我确实是我到目前送快递 生涯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这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证明我把工作和运动结合起来了 虽然上不了赛场 但是我们在后方 为北京童谣会加油 接人加油 这次的冬奥会 确实是调动了大家 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 假期期间 很多人会约上亲朋好友 到户外玩一些个冰雪项目 有的在雪道上大展身手 有的在冰面上快乐玩耍 各有各的乐趣 市民上冰雪 春节不打样 我是记者嫁录 今天是假日第一天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南湖公园 那么在我身后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不少市民 都在积极地参与这个冰上运动 享受冬日里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我家呢就住在 就是离南湖不远 我想那个 就是练得特别好 到时候去参加奥运比赛 过节 我觉得这个运动 就是它的玩的一项 就是它的娱乐项目的一项 有时候觉得特别的累 然后呢 有时候觉得也特别的快乐 热爱冰雪活动 完了正好今年 又赶上那个冬奥会 这运动吧 就把它融入到生活里 所以说我们呢 这个要运动 要健康 要快乐 在这场冰雪盛宴当中呢 无论男女老少呢 都参与其中 乐享其中 那记者也了解到呢 除了这个滑冰运动之外呢 还有不少市民呢 也会选择一些 娱乐性较高的项目呢 去感受冰上的乐趣 今天正好放假了 可以带回来体验一下 东美特有的这个游戏吧 特别开心 有一种新鲜感 想带孩子感受一下 这种咱们北方的 这种独有的乐趣吧 其实挺冷的 但是想让孩子 以后回忆的时候 觉得童年有不一样的乐趣 新年快乐 长春多远转情 零下十九到零下八摄氏度 白城 晴 零下十八到零下六摄氏度 松圆 晴 零下二十二到零下十二摄氏度 四平 多云转情 零下二十到零下七摄氏度 辽园 多云转情 零下二十一到零下七摄氏度 吉林 多云 零下十七到零下九摄氏度 通话 小雪转多云 零下十六到零下六摄氏度 白山 多云 零下十九到零下八摄氏度 延吉 多云转情 零下十六到零下五摄氏度 长白山 多云转情 零下二十八到零下九摄氏度 长春 多云转情 零下十九到零下八摄氏度 西德口门水库有机于 唯一秀钱半岛销售处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寿提示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之产 全新一代 齐骏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央视的春晚 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走开了 没错 继续锁定我们的都市频道 稍后的春晚更精彩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